外帶小火鍋回家 民眾拿的湯匙 說上面的石頭 就是從湯裡撈起的 奇怪的是火鍋除了蛤蜊 鴨血等火鍋料外 真的會有小石頭嗎 石頭 可是你聽到也很壓抑 應該不太可能 可能也會有石頭吧 實際來到這家火鍋店 店員忙著分裝火鍋 旁邊的這一鍋鍋 還沒上桌的火鍋配料 仔細看裡頭都沒有小石頭 那石頭到底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種情況應該很少啦 對啊 應該是意外的 就連常客也不相信 但這鍋外帶回家的火鍋 裡頭真的有這顆直徑 約1.5公分大小的小石頭 就有人開玩笑說 這真的是名符其實的石頭火鍋 跟正牌的石頭火鍋比一比 其實真正的石頭火鍋 比喻的是火鍋爐子的材質 對啊 石頭在檯面上 不可以到地上做菜 對啊 都在檯面上 應該石頭 所以我就不是透頭的 會是石頭了 店家私下表示 火鍋裡有石頭 很可能是送貨廠商 送來蛤蜊 裡頭混了小石頭 才會不小心放到火鍋裡 但保證食物衛生沒有問題 以後也會加強員工訓練 也對過客感到相當抱歉 記者何孟謙李一璇新竹報導 有機靈 海藻 落石